集中組成員 原本格,我剛剛稍微評估了一下 我覺得不管是加盟金的300萬 或者是創業的150萬 覺得我的這個資金好像都略嫌拮据了一點 對啊 所以創業真的不能太的意想 資金我們一定要控制好 那錢都要花在刀口上面 然後人省的就一定要省 那哪些地方該省也可以省 那其實就像我們初期的一些 像中環費用啊 身材具具的費用 那這些錢假如能夠省下來的話 那這個對於開店初期的資金啊 還有周轉金的分配啊都會非常有幫助 可以把你有辦法舉實力說明一下 那我們以第一次開咖啡店為例 第一次開咖啡店 心裡難免有許多完美的想法 我的店要有什麼樣的風格 地板要怎麼做 牆壁要怎麼佈置 天花板要有什麼裝潢等等 那當然有這些想法固然很好 但實際上這些想法 都有可能讓你追加更多的裝潢費用 除非你要開的是第二店第三店 有很明確的客群 也會知道你的地點適合在哪裡 更清楚客人的屬性 最重要的是營業額 你很容易的預估得出來 否則的話第一次進入市場 你的品牌價錢口味 都需要讓客人重新來認識 初期投入的資金越大 風險就越大 每個月攤提的費用也就越高 你的店假如花了兩百萬 分五年來攤提 一年就是四十萬 除以十二個月 以後每個月就是要攤提三萬三千多 所以本神的建議是 第一次開店 我們初期的資金能夠降到多低就多低 等你做起來再更新你的設備和裝潢都不遲 我懂了 那可是那像是說我們 我們一個咖啡店開店初期 它的資金到底有沒有一個很明確的數字 好 那我還是舉個實例來做說明好了 那假如你要賣的是一百元左右的咖啡 初期資金就控制用一百萬 來完成你所有的費用 假如你要賣的是五十元的咖啡 就用五十萬來完成你所有的費用 當然這兩種價位的獲利模式是不一樣的 賣五十元咖啡 你可能只能用外帶外送的模式來經營 賣一百元的咖啡 因為你已經花了一百萬 足夠讓你店裡也可以有內用的座位 不但可以發展外帶 更可以發展內用的招牌餐點 所得到的效應也不一樣 那舉一個例子來說 假如我們第一次開店資金只有一百萬 但實際上這一百萬 並不是全部都能花在初期費用上 你要扣掉留下來的周轉資金和押金 周轉資金的算法最少要能夠滿足三個月的開銷 例如電租三萬 薪水四萬 水電一萬 雜資五千元 一個月的總開銷就是八萬五千元 再用這些金額去乘以三 得到的就是二十五萬五千元 也就是我們的周轉資金 那押金通常是兩個月的電租金 那周轉的資金非常的重要 很多初商的店家都會忽略這個部分 就拿這次的新冠疫情來說 所有的零售業和餐飲業幾乎難以倖免 客人一瞬間少了一半以上 甚至超過七成的都有 那假如在這個時候我們的周轉資金沒有足夠的話 那過去努力多年的心血 可能都會在這一次的疫情中付出流水 因為我們沒有周轉資金 最後我們只能關門大吉 所以我們一定要把周轉資金準備足夠 那這樣子如果我現在周轉金和押金我都準備好了 可是我剩下來的錢就是不夠開辦 那這樣我要怎麼辦 那以剛剛的例子 總資本額一百萬來說的話 扣掉三個月的開支二十五萬五 再扣掉押金六萬 那剩下六十八萬五千 那假如六十八萬五千 還沒有辦法達到我們初期費用的金額 那我們就選擇再省 例如身材器具我們可以找尋中古的 那現在臉書有許多跟實體店面有關的社團 有中古設備、中古家具、店面頂讓等等的社團 那店裡面所需要的桌椅、沙發、甚至燈飾 都很容易在這些社團裡面找到 雖然是使用過的 但是價錢會比新品便宜非常多 甚至像一些營業用的冰箱、製冰機、煎台等等 一樣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找尋 比較要注意的就是中古的設備還有使用年限的問題 超過年限不是不能購買 而是我們要試著去了解機器的維修經歷 也要清楚這台設備使用的頻率 是天天用呢?還是一週一次?等等 那尤其冰箱內我們可以在現場先檢查上面的溫度是否正常 那製冰機也可以觀察冰塊出來的形狀和製冰時間 那還有像咖啡機我們可以要求賣家讓我們實際製作一杯 看流速是否正常 運轉的聲音是否正常 那再來就是設備、後續、保固、維修是否有配合的廠商等等 另外,底浪的店也是我們可以找尋的目標 跟我們原本要營業的項目雷同的店 可以讓我們省下更多的費用 因為底浪的店家通常包含身材器具、甚至桌椅等等 除了能滿足我們的資金需求 更能節省掉許多寶貴的時間再去尋找各類的身材器具 哦,我記得你之前好像頂讓是個不錯的方法嘛 我記得你之前有提過好像什麼肉多多就很頂讓的方式 對,其實他們肉多多火鍋店呢 他們早期展店的時候 他們是專門瞄準頂讓的店來做拓展的 那肉多多火鍋店拓展就是瞄準頂讓的店 簡單的裝潢後三天就可以開一家店 有些店甚至簡單整理以後就能直接營業 那一家店最多能讓它節省80%以上的資金 在不景氣的年代 連大型連鎖店都把目光瞄準到頂讓店 更何況是我們第一次要開店 當然,真的要找頂讓店 還是有一些事要特別注意 第一點,假如你要找的頂讓店跟你從事的有關聯 可以先詢問原本的店家營業額作為你的參考 那第二點就是租約還剩下多久 房東屆時有繼續承租的意願呢?還是會漲房租? 那以我過去留意過或者是追蹤過的頂讓店來說的話 平均頂讓的金額都在五折以內 那看使用年份而定 我甚至還看過兩折含押金的 但是這些機會是可遇不可求 而且還有地點和租金的問題 那最後我要特別叮嚀第一次開店的朋友 一定要在開店前先確認即將要從事的行業 是零售業還是餐飲業 還是跟技術性有關的 然後再把所有需要的身材器具都列出來 那這個部分連細節都要列出 包含未來店裡要裝飾的物品 要用的燈飾等等 越詳細越好 等到機會來臨有適合的頂讓店 我們馬上就可以決定 那創業開店你省下的金額越多 將來要面臨的資金的風險就越小 甚至可以把你省下的資金 用來提高原物料的成本占比 回饋給客戶 讓客戶能得到更多的性價比 創造雙贏的局面 開店創業資金 該省就要省 第一次開店出籍資金 要盡量降低 周轉金 除了電租押金外 最少能滿足三個月的開銷 中古設備 家具 頂讓店面 可降低開辦費用 購買中古設備 需注意其使用狀況 及保固維修 頂讓店面 要留意可供參考的資訊 及租約問題 作詞 cooper